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很多朋友经常觉得腰痛 但是又说不是骨头痛 或者不是磕碰的那种痛 而是一种酸软、无力 或者说是酸沉、冷痛 甚至牵连到双腿膝盖 腰腿都酸软无力 这是肾气虚的一种腰痛 并且男士肾气虚 会直接影响在夫妻生活当中的表现 时间短,很快就没有力气了 今天李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个古法的锻炼动作 它是出自于一斤筋的生羊蹲 能够填补肾羊三分钟 让你腰腿非常有劲 下面我来为大家详细的从头到脚 来讲解生羊蹲的动作要理 预备站立 双脚分开 比肩膀宽一些 双手自然下垂在身体的两侧 然后双手和手臂缓缓抬起 举过头顶 手臂伸直 双手握拳 在身体的两侧向下拉 后背产生挤压感 手臂在两侧打开 不要在身前合拢 要在身体的两侧展开 此时你的后背肩胛骨 会有一种向内侧挤压的感觉 这样我们打开就到位了 在我们手臂向上举起的时候吸气 向下拉的时候 鼓起 这是我们的手臂动作 大家学会之后 再来学我们腿部的动作 站立 双脚打开 比肩膀稍宽一些 然后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蹲 下蹲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在下蹲的时候我们屈膝但同时要把你的宽度折叠 身体有一种向下坐的好像你的身后有一把椅子一样 腰臀向下沉向下坐 膝盖这是不会超过你的脚尖 大家要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个动作 如果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大家只是屈膝 用膝盖的力量向下蹲 那么很快你的膝盖就会超过脚尖 此时大家感受一下我们身体的重力全都压在了膝盖上 你的膝盖周围会非常的酸痛 会非常的受力 那这样做呢对我们的膝盖是有一些伤害的 并且膝盖不太好的朋友 做两下就会觉得膝盖疼痛 如果我们在下蹲的时候膝盖稍稍弯曲 同时你的髋关节弯曲臀部向下坐 那此时我们身体的重力都在后侧 发力的是咱们大腿的肌肉 你会感觉大腿肌肉有酸胀感 但是膝盖非常的轻松 甚至膝盖感觉不到疼痛 好大家来详细的体会一下 下蹲的时候大家注意把你的膝盖向两侧打开 膝盖不要内扣 非常轻松自然的进行下蹲 那同时大家会发现咱们的盆底肌会非常的用力 那这样呢我们锻炼到我们男士的前列腺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进行一个最后的加上脚上的动作 在我们下蹲的时候 同时把你的脚后跟里地 脚尖扁地 双手举起 吸气 向上牵引 握拳 下蹲 二 三 四 脚后跟尽量地抬起 能抬多高 抬多高 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 尽力而回 注意上半身保持直立 后背不要往前牵 这样能够尽量地把我们的重力放在自己大腿的肌肉上 而不去伤害膝盖 一 二 三 四 五 好大家尝试一下看看自己能不能连续做五个 那么在我们用脚尖着地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膝盖会稍稍地往前用力一些 但是没有关系 那只要我们掌握了这个动作要理 咱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膝盖 减少膝盖的压力 这个动作男女都是可以练习的 对我们女士来说练习这个动作可以改善盆底肌 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女士练习的时候我们可以做深蹲不踮脚 那么男士我们尽量地深蹲加上踮脚一起来练习 这个动作叫做深蹲 所以我们最好是选择在上午有太阳的时候来练习最好 能够让身体顺应天时促进阳气的升巴 但是呢在做练习之前你一定要先活动开自己的关节做一做其他的热身动作 这后咱们的动作要柔要缓要有力不追求速度但是要把握好力度 自然缓慢地去练习 睡觉前不要练习 在练习之后如果你出汗了也不要立刻去吹风吹空调或者是洗凉水澡 一定要避免着凉受寒 这个动作男女都可以练习 建议大家一开始尝试做三到五个 适应之后再足够增加 如果你能够一次轻松连续做到二十个 那你的身体素质真的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初开始啊大家可能会感觉练完之后第二天身体各处有一些酸痛感 特别是大腿的肌肉 这是非常正常的反应 那等你能够练习到轻松的做足二十个时身体的疼痛就会消失 因为升阳蹲它不断地拉筋撑骨帮助打通我们身体的淤阻 从而使得人体的耐力增强疼痛减轻最后到消失 这个动作也通过协调我们腰部和腿脚打通了肾经 从我们腰部的肾疏穴到脚上的太西穴 以及我们脚底的涌泉穴 这几个穴位呢都是滋补肾气的重要穴位 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你能够感觉从腰腿一直到脚 这样一路下来它有一股热热的感觉 这是我们在不断充足肾经的阳气 经常感觉腰酸腰冷要贫尿多的人 练习一周你就会感觉到有非常大的改善 腰腿有力气而且精力充沛 肾羊蹲不仅能够生肾羊还能够促进我们后背 都脉的阳气 大家知道在刚刚的动作当中 我们有一个夹肌的动作 那么它可以把我们体内的寒湿血气都驱逐出去 平时怕冷经常感冒的人练练习呢 能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如果你坚持练习会感觉腿脚变得非常有力气 到老也能够健步如飞 好了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